最后一个问题 尊敬了卢老师 学生六月份 欲一位佛友相遇 谈到他87岁的婆婆 现在病重住院 老人对儿媳妇比较信任 而且念阿弥陀佛 但该佛友的婆婆 欲其女儿住在一起 女儿不信佛 不让老人念佛 一旦发现老人念佛 就要呵成 而且老人的女儿 也很排斥这个佛友 这个佛友是一个 很有孝心的儿媳妇 想对婆婆尽孝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告诉这个佛友 你一定要坚持 按佛法给老人送往生 一定要念佛 一定要吃素 一定 无数个一定 但是根据这个佛友 家族的具体情况 我告诉他的 这些个一定很难做到 一定要坚持这样做 会引起纷争 恭请老师开示 这个佛友应该怎样做 才能对婆婆婆的往生有利 我是否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 是否在误导这个佛友 这个题目很长 咱们慢慢来说 反正最后一个题目了 两个时 首先呢 肯定的心是好的 你的出发点是对的 你的提议 几个一定一定一定 也没有毛病 你是想让老人 有个好的归宿 这些都无可互非 这是一 再一个 你要知道 佛法不离世间法 佛法不坏世间法 这个东西啊 就是圆容 佛法是圆容的 它不是将死的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不能千篇一律 根据你说的情况 我估计你所说的那几个一定 恐怕一个月实现不了 如果真正强行按照 那几个一定去做 那就照顾过了 翻船了 那就闹闹起来了 你这样告诉这个佛友 会增加他的思想负担 本来他就找不到办法 他一想你给他这个招 他又做不到 他不就烦人家烦吗 会增加他思想负担的 不是他不想做 实际客观的条件 不允许他这么做 这个咱们一定要 针对现实 不能脱离开具体的情况 去愣做这件事 你说 那这个儿媳妇 究竟怎么样做 才能够有利于婆婆的往生呢 我说第一个 恒顺 你说不不了 你这些小独子 大独子 他们压着你 所以你说了不算数 那怎么办呢 姑娘愿意怎么安排 她妈妈往生 你都很顺 一生不值 别提反对意见 别提建议 这是第一 第二 在婆婆没有往生之前 如果你的大独子 小独子 还允许你去看婆婆 你一定不放弃这个时间 一定要多去看婆婆几次 你就坐在婆婆的跟前 拉着跟着手 大独子 小独子 不让你说话 你就用笑脸 面对着婆婆 婆婆也会感到安慰 这老人就觉得 这个儿媳妇 我没白疼 老人心里有一杆秤 只不过 他看不过他的姑娘 他才这样做 如果人家不让你 跟婆婆说话 咱就不说好了 趁他们不再跟前 告诉婆婆 你让你做活 别忘了你让你做活 老人念 他不是呵斥吗 告诉婆婆 心里念 别念不生 口形也被弄出来 别让他看出来 就这样 这叫善成方便 所以你这样呢 真心诚意的 要把婆婆 送去一个好的地方 你这个诚心 会感动佛菩萨 感动天和地的 是不是 佛菩萨加持你 祝善神 护佑你 你那个力量 远远超过 你的大姑子小姑子 别害怕他们 有佛意加持 咱们怕啥呀 回去多看老人家几次 多给婆婆几个笑脸 尽管我知道 你看到老人受折磨 你很难过 你再难过 你脸一定要是笑的 因为婆婆心目中 可能最关心 最喜爱 最信念你的 不是她的两个姑娘 而是她这个儿媳妇 不要辜负老人家 对你的一片信任 老人一定会去好地方的 因为你的信念非常坚定 你这个做到了 你就有利于婆婆往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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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